建立和健全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实际上是给香港同胞再次吃一颗定心丸 一国两制不会变 5月23日针对全国人大涉港决定草案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前副主任陈佐尔 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从事涉港工作约30年 77岁的陈佐尔近年退休后仍十分关注香港局势 23年前他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 见证英国国旗降下五星红旗升起 看到英国国旗降下来 五星红旗升上去迎风飘扬 我们的那个激动还在心里 但是22年以后真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们这枚国旗啊 比我们生命还要重要的这枚国旗啊 会被人家从漆杆上面扯下来 被烧被踩在地上 人家垃圾桶扔到海里去 这是新竹刀割 对于此次全国人大决定草案 陈佐尔期待已久 他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 在做决定草案说明时 铿锵有力的声音 5000多位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发出阵阵热烈掌声 这也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亿人民的心声 他指出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 在国家安全方面 一直是一个风险口 我们往往一想到香港 就是想到它是一个国际经济大都会 金融中心 贸易中心 航运中心 等等 往往忽视了 它还是一个国际间谍扎堆的地方 国际间谍扎堆的地方 历来如此 历来如此 为什么需要在这里扎堆呢 收集情报 把它变成颠覆中国政权的基地 陈佐尔指出 香港当前面临严峻复杂的局面 与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制度机制 存在漏洞有很大关系 如今的香港抵制国民教育 在一些重要领域不去殖民化 反而去中国化 他认为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在国家层面补漏洞 非常必要 且刻不容缓 与特区早日依照基本法23条 完成自己的限制责任和法律义务 是一个目标 两个层面 其实对一种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 这种坚定的意志和决心 对保护 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 的一种保障 陈佐尔说 一国两制是一项创新安排 其理论 实践 需要不断丰富发展 此次全国人大涉港议程 是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坚持和完善 实际上是给香港同胞 再次吃一颗定心丸 表明一国两制 不会变 他指出 此次全国人大决定草案 已明确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立法的任务 针对的是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实施恐怖活动 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 干预香港事务的活动 设置范围非常准确 这次人大要做这个决定 分成两步骤 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 来关于从国家层面 来建立和健全 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这个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 势在必行 而且刻不容缓 刻不容缓 绝不能让那些港独分子 反中乱港那些暴徒 再在香港横行霸道 陈作儿指出 如果黑暴在香港持续 不仅严重伤害到香港居民 外国投资者和游客 也不愿意到香港来 因此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依法惩处乱港分子 是对广大市民福祉 生命财产的保护 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保护 对于全国人大涉港议程 美国等境外势力宣称 将做出所谓的强烈反应 对此陈作儿强调 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他还指出 全世界控制国家安全 最严的国家就是美国 我最近查了一下一些资料 你尝尝看看美国本身 美国本身关于他的 国家安全的立法 就有二十几个 多达二十几个 比如说 散动叛乱法 间谍法 敌对外侨法 国家安全法 保护美国法 等等等等 陈作儿还告诉记者 解放军驻港部队 每年四百个男女官兵 在香港义务献血 是唯一以团体形式 在香港年年献血的队伍 对此他深受感动 他说 他们是香港市民 可以信赖的卫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